你刚成为亚伯人的怨念载体 就被艾斯选中当人间体 还整天制作超兽去教育奥特兄弟 如今凤云要单挑孟比优斯 本着体学弱者的态度 艾斯拦在了前面 雷欧哥哥要教育小孟 先过落这一关 接着你被迫变成艾斯与雷欧一战 一个是光之国的法王 一个是光之国的格斗王 战斗一触即发 此时夏圆龙也赶到现场 快看 我的天哪 是活的雷欧奥特曼 怎么 你见过死的 战场上雷欧摆出宇宙拳法姿势 就让我看看 是你的光线强 还是我的格斗爵 稳定此言 艾斯大吼 陈平安 别手下留情 给我砍死 呸 给我往死里打 阿斯特拉我都敢杀 区区雷欧不足挂齿 哥哥们 现在情况紧急 把太祖阿斯特拉杀了吧 你当即张开双手 一道又一道的奥特断头刀喷射而去 奥特断头刀 垂直断头刀 水平断头刀 青春没有售价 艺术就是爆炸 给我去死吧 望着这一幕 雷欧整个凹得惊呆了 搞金属轰炸 艾斯你玩不起是吧 哄哄哄哄 惊人的爆炸不断回荡在岛上 雷欧只能不停闪躲 完全无法竞争作战 连艾斯本奥也是无语至极 陈平安 你是真的想杀了雷欧吗 刚可是连续释放了十几个断头刀啊 你感受了一下体内的能量 确实不该如此浪费 连续十几个断头刀 足足消耗了1%的能量 就在这时 雷欧一扇至身前 红色能量萦绕在拳上 艾斯哥哥看招 宇宙拳法 下一秒 你不但没有躲开 歪头一扇 接着一个小五郎过肩摔 将其砸在地上 雷欧惊了 艾斯哥哥明明是法王 为何近战舞还是打不过 不可能 练及此 雷欧飞至空中 调动体内所有能量于右脚 摆出了飞踢的姿势 向远龙惊呼 那是雷欧飞踢 快躲开 艾斯本奥也急忙提醒 这招非同小可 千万别头铁硬扛 你笑了 艾斯 这一招又不强 躲什么躲 难道遇到无法面对的敌人 你第一时间想的是逃跑 不是哥们 你这么说我很羞愧的呀 但是你打算怎么华为说完 你也凌空跳起 摆出飞踢的姿势 朝上方踢去 这一刻 向远龙傻眼了 未来 艾斯这么做包赢的吗 包死的 而雷欧看到这一幕 更是愣哼一声 居然敢以下饭上 接我飞踢 那就让我这一脚 给艾斯哥哥好好上一课 说着时 右脚之上的火焰 瞬间旺盛起来 突然 众人发现你的双脚上 凝聚出了两个 巨子状的八分光轮 大哥 你当自己是哪吒吗 脚踩风火轮 还能再抽象点吗 剧情从开始 大家担心艾斯 到现在担心雷欧了 这不就是 自主断腿套餐吗 哼 今天的爆炸 在空中响彻 在看清时 你已经变回人间体 来到雷欧面前 后者早已变回人类模样 走路一瘸一拐 明显是腿断了 艾斯哥哥 我败了 你拿出根拐杖送给他 拿着 日后集成你师父的衣博 帮忙训练下未来 也顺便看看 他是怎么守护地球 凤圆点点头 拄着拐杖缓缓离去 带他走后 未来等人也赶到此处 雷欧哥哥 他怎么走了 我还想请教下 格斗技巧呢 你拍了拍他肩膀 没事 过两天 他会负责训练你的 格斗技能 而我 则帮助你提升 光线方面的知识 啊 我就只是说说 不要啊 远处 凤圆看着未来的样子 嘴角露出赛文的笑容 师父 我总算明白 你当初的良苦用心了 接下来 我一定会好好训练未来 保证他成为 独当一灭的 奥特战士 从此 地球上少了一位 奥特曼 却又多了一名 精神空间内 我现在很期待某天 艾斯召唤出超兽 雷欧那懵批的样子 艾斯乖 不就是人间体势亚伯人吗 不就是被偷家吗 不就是被超兽杀死了吗 哈哈哈哈哈哈 艾斯艾斯 我只要艾斯 叮 恭喜宿主击败雷欧 额外奖励一个金色宝箱 你刚准备打开 叮 您的超兽强博王 击败了泰罗 您的超兽扎骨 击败了泰家 获得两个白色宝箱 啊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紧盲用意念观察超兽那边 原来 泰罗带着小泰家在外历练 正好碰上了自己的两个超兽 然后被暴揍了一顿 泰罗甚至还当着儿子的面 喊出了那句千古名句 哥哥救我 接着佐飞等奥特兄弟都来了 你紧盲命令俩超兽 去其他地方探险 避免了一顿光之国的正义群殴 退出超兽视野后 你从新的金色宝箱里 获得了第四核心 好东西 所以直接召回强博王 将这玩意儿装了上去 无敌的防御加上第四射线 现在的强博王 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 恐怖如斯 在光之国不摇人的情况下 任何一个奥特兄弟 都不是他的对手 09赛罗除外 不知道另外两个宝箱 还有什么好东西 那几次 你打开了两个白色宝箱 仅是艾斯皮套与艾斯手办 不是 系统你给我这个干嘛 刚准备扔了 却发现三号压博人眼冒爱心 Ice Ice 我最喜欢的Ice皮套 能不能给我啊 其他亚博人也在蠢蠢欲动 得 你们说是艾斯的黑粉 其实都想成为他是吧 宇宙中 雷弗莱特新人来到四大天王的宇宙船 你们说的孟比优斯不过如此 我随时都能斩杀他 美弗拉斯无语 那最多算个奖励版 真正强的是Ice 根据亚博人的情报 他似乎变得更加残忍了 而且还开发出了新的禁术 要小话未说完 雷弗莱特新人直接打断 小小Ice 杀他如杀鸡 等我下次去地球一起收拾了 光之国警备队 奥夫看着受伤回来的子孙 叹了口气 击败你们的超兽 除了扎古以外 另一个是强博王 看来四大天王里的那个亚博人 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强大 左飞笑着摆了摆手 别担心 艾斯在地球呢 他可是超兽专家 更何况那人间体很凶残 刚刚雷欧过去都被打断了腿 泰罗一懵 左飞哥哥 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 因为我一直就在地球 附身在盖死一个叫破水的队员体内啊 原来如此 泰罗感动不已 即便头被烧了 左飞哥哥还依旧关心小梦 突然警报传来 在F20行星发现超兽 泰罗第一个站起身子 我带一个小队去灭了他 地球上 蔚来在疯狂逃窜 脸上写满了惊恐 因为凤元坐在一辆吉普车上 在追着他疯狂鞭策 别跑啊小梦 向着我冲过来 要直面恐惧 温婷此言 蔚来都疯了 哥哥 是我求你了 您就回光之国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凤元一脚地板又踩下去 我练好你 我绝不回光之国 三小时后 吉普车训练结束 小朋友 你这还得练呢 不过也不急这一会儿了 现在是时候教你光线理论了 这玩意儿并不是只能远程攻击 八分光轮当伐木剧 它不香吗 艾斯本体点点头 觉得你讲得很有道理 手持光线当大砍刀 它不爽吗 渐渐的 艾斯本体发现你越来越离谱 急的是嗷嗷叫 小梦你不要被带坏了 未来不解 艾斯哥哥 你之前也是这么做的呀 况且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现在需要实战去验证下 话音刚落 雷弗莱特新人再度降临 梦比优斯 爱死 全部都滚出来 我一次性全部解决 未来当即变成梦比优斯 对付妮娜需要艾斯哥哥 我一个傲就行 雷弗莱特新人笑了 好大的口气 吃韭菜了 那就先宰了你 正说着 梦比优斯凝聚出八分光轮 又是奥特兄弟那一套 不知道我对光线是免话 戛然而止 直接梦比优斯手持八分光轮冲了过来 然后宛若伐木具一样 开始疯狂切割他身上的蓝色透明屏障 雷弗莱特新人傻眼了 不是 你这不是光线技能吗 怎么当伐木具啊 远处的向月龙看到这一幕 紧忙大喊 未来 你忘了艾斯是怎么做的吗 直接双持巨大伐木具啊 一旁赶来的破水早已傻眼 此刻的他又被左飞附体 艾斯都教了些什么 小梦那么乖 现在居然也如此残暴 战场上 雷弗莱特新人伸展出长剑反击 未来也切换光剑抵挡 一番激动下 梦比优斯不断陷入劣势 毕竟对方除了防御强大 进展也是很恐怖的 宇宙中 亚伯人轻笑一声 虽然最强操手还在制造 但现在只需随便派出一只 艾斯绝对会乖乖上钩的 说吧单手一挥 杀手操手巴拉巴降临地球 见此星星 你直接变上艾斯登场 雷弗莱特新人刚要说话 就被你直接打断 闭嘴 我先去切了巴拉巴 再回来宰你 艾斯本体很是满意 不愧是我的人间体 霸气侧漏 旋即提醒一番 小心他头上的剑 可以随时喷射出去 还能操控方向 你点点头 直接掏出艾斯之刃 震惊所有观战者 艾斯更是瞪大了双眼 我 我的艾斯之刃长这样 不科学啊 你解释了下 艾斯之刃是用 念力和光智能制造 但我的念力比你强太多了 掩蔽一个横皮切过去 巴拉巴的腰部 出现了一个恐怖的刀痕 吼叫得无比凄惨 你有点疑惑 艾斯 你不是说超兽 不会感到疼痛吗 对呀 怎么了 那他在叫什么 艾斯仔细观察后得出结论 根据我对超兽的了解 他这是在挑衅 意思是刚才砍得还不够用力 快 我们继续砍他 给我往死里砍 这一刻你总算明白 不是超兽没感觉到疼痛 是艾斯认为他们不会觉得痛